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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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到宜蘭郊溪 吃全台唯一的長條魚羹 琉璃勾芡搭配黑鯊魚的魚漿 海味十足 黃金半熟鴨蛋的美味 更是不能錯過 超夯快閃的Tangage 老闆浪子回頭 用Tangage改寫人生 基隆專屬的美味叫做魚腹鍋 義式乾鍋料理手法 奪下了比賽冠軍 好滋味的背後 充滿對奶奶的思念 台中眷村麵館 老闆娘大嗓們成了客人最愛 這幾年不定點 快閃預購的販售模式 越來越流行了 像這個是人氣非常夯 現烤現賣這香的脆皮Tangage 就風靡全台 沒有固定日期也沒有固定地點 幾台貨車全台灣跑透透 粉絲團只要一PO出預購文 千隻的烤雞馬上就秒殺 網友都說啊 比演唱會門票還要難搶 老闆是七十四年次的鎮靜人 他曾經是大家臉裡的啃老族 不愛讀書 吸毒打架 混幫派樣樣都來 是什麼原因讓他浪子回頭 有Tangage改寫人生呢 一起來看看 差不多 顏色上的差不多了 好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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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天空飄著細雨 烤雞王鎮靜人的快閃行程 卻風雨無阻 烤雞一出爐 立刻裝和出貨 滿足機強陸陸的渴望 有些超級中粉 就像追星一樣 全台跟著跑 從哪裡來 我從宜蘭來的 宜蘭這麼遠 對啊 為什麼會從宜蘭那麼遠 跑來這邊買 它其實就是很香 然後就很好吃 滿難搶的 搶第一次搶沒有到 這第二次搶到 號稱比演唱會門票 還難搶的Tangage 網路一開團就秒殺 如果不眼明手快 只好到現場風風運氣 我是提前兩個小時來的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 有看到說 他有公告九個名額 所以說我提前兩個小時來 然後就被我搶到了 今天有買到烤雞嗎 有…買到了 但是現在又在排候補 真的嗎 對 它的口氣真的好吃嗎 很好吃 我們先前也是嘗試訂過吃過 然後覺得便宜又好吃 它的皮很酥脆 但是肉很juicy 所以排再久都要願意 願意 人稱大人哥的鎮靜人 做生意很有一套 兩年前首創網路開團 預購模式 走到哪兒就會刮起一陣旋風 不只名氣響亮 號召力也很大 來 這個先… 這個先拿出來 好 直接拿出來 這裡 放在那邊 直接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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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的這裡擺邊 村的擺這條好了 這一天快神烤雞團 一行大約十四個人四台貨車 一早從雲林縣林內鄉 直奔樹林河濱露營區 在鎮靜人的指揮之下 四十個大烤爐以及食材 快速的下車就定位 今天下午 一共要烤九百六十隻雞 分兩批出爐 為了準時把烤雞交到客人的手中 不能有任何的差錯 我們到現在就是 桶子的擺設 然後櫃台的位置 看到設置在哪裡 然後動線 對 讓客人好出路這樣 等一下領機的時候 不會有… 比較不會卡卡這樣 就像帶兵打仗 大人格的團隊成員 彼此之間很有默契 一個動作 一個眼神 就知道下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起位喔 好 起位喔 好 排反 要排緊自行 因為這樣才會有空氣 才會燃燒 像我們現在釣雞這樣 釣完之後 就是要把那個雞的間隔 距離都要喬好 不能… 不能皮跟皮連在一起 不然這樣烤出來 會白白的一片這樣 賣相比較不好 有些人就是帶過就好了 對啊 我做事情就是很… 很堅持 眼前不到四十歲的年輕小伙子 是來自雲林林內鄉的曾喀英 笑說自己不愛念書 滿腦子天馬行空 但他做起事來卻很龜毛 從源頭就很要求 我們現在清洗 就是主要把那個多餘的油脂 還有它電台廠有些 比較沒有處理乾淨的地方 我們再把它處理過的 我們主要選的是用黑魚土機 因為它本身運動量比較夠 那個肉質吃起來比較Q彈 重量我們選在2.5斤至3斤中間 我們都選用母的 沒有再用公的 因為母的烤起來 它的肉比較嫩 公的比較喜歡打下 所以它那種肌肉量比較大 太硬了 就像雪美一樣 體型要濃鮮和度 才能符合大人哥的標準 抹上鹽巴 和獨家調製的中藥粉料 要醃製兩天才能入味 裡面有十幾種中藥 然後下去混搭 然後我這個是沒有學過的 就是摸出來 真的喔 那時候試的手吧 它一樣的東西 但是比例不一樣 出來的味道就不一樣 所以一樣這些東西 然後下去一直試 試它的比例試了很久 不過一開始看到鎮靜人的時候 你很難把它跟賣烤雞聯想在一起 國中畢業之後 它無心課業 而且正是雪氣方剛的年紀 打架吸毒混幫派交到壞朋友 也是親友中的頭痛人物 一樣你不要再滷水了 你就是讓它滷過就好了 我覺得沒有喜歡龍這個神獸 我去吃了 吃的時候 爸爸有說什麼嗎 沒有 我爸爸其實不會罵 不會罵我 不會唸我 不太會 個兒不太會罵 從小到大也沒有罵過我 一生的刺青 是叛逆青春留下的印記 當時的他找不到人生方向 曾跟著姐姐北上學美髮 但因為做不習慣 還是回到老家 接下豆豉的醃製工作 直到爸爸過世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還是他 背後一直默默支持的力量不在了 站進了一夕之間突然醒悟 也開始思考未來的方向 從前閒暇時他會利用空地養雞 因為對吃的有興趣 常常找時間烤雞給周遭的朋友吃 他有一天跟我說 他想要在門口擺孔子賣烤雞 但是我想說好像也不錯喔 因為這個他烤的雞是好吃的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啊 我支持你啊 你想做就行 我們就去做 他說剛好我公共過世 他可能想要有一份自己的重心吧 對 然後他就在門口開始了 第一天營業 自己養的雞做烤的十隻這樣 於是正近人慢慢的摸索 經過無數次的改進跟研究 無心掐流的烤雞生意 漸漸的做出成績 曾經一起的同學玩伴 看到他做得有聲有色 也決心一起打拼 沒有 我們從小我們就一起長大 他上台北 也是一起上台北工作 對 他做這個行業對地方的發展都很好 而且把零內整個推向 讓台灣人都知道說什麼叫零內 另外他也不另一聲說雙手 幫助曾經跟他一樣走偏的浪子 都沒有什麼在認真工作 都在浪流電 外面亂來、打打煞車、飆車 剛回來的時候考到… 躺在… 躺在旁邊 躺在旁邊 直接躺在地上 沖水 對… 四十趟是要摆這樣過 還是要在這裡…在這裡沒有自己 找到方向 人生有了目標 又有太太跟好友擋後勤部隊 震驚人的烤雞團隊 一次又一次的挑戰自己 全排走偷偷 維摩也一次比一次盛大 來 你給我留一個信事跟電話好了 來 微信 邱先生 最後一個 天穎 好大 足了 秋快大人已經烤醬了 我們烤的過程就是要去防洞它 讓每一寸肌膚都可以顏色均勻這樣 烤的時候就是注意溫度啊 看有沒有翅膀有沒有烤焦 因為脖子跟翅膀比較容易烤焦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段時間都要打開觀察一下 大火戰戰兢兢不敢大意 神塔一不小心就會影響到烤雞的品質 過程當中還要不停地觀察 平均一個人要顧三個爐子 相當考驗臨場反應和經驗 現場應該變像天氣啊 風太大或者是下雨什麼的 我們都要去克服它 決到就是怎麼應對客人 因為我們其實以前做餐廳的話 不會去應對到客人 然後現在你要試著去解決客人的所有問題 一開始都不太會 對啊 站在旁邊就不知道做什麼 一點點差錯就會拖累所有的行程 就會被我罵 被罵 接近出爐的時間 人群也漸漸地聚集 大家等的就是這一刻 好 出發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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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噴噴的湯阿雞一出爐 皮脆肉嫩 還帶有獨特的甘蔗燻香 讓人口水直流 沒有店面 靠著幾台大貨車 全台快閃 省下黃金店面的租金 全台始終粉絲不少 你之前有吃過嗎 沒有沒有吃過 大家都說好吃 非常難搶 不到三分鐘就 八百多隻就完壽 你根本傻眼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搶到 他走的時候 結果我在臉書發文 我說 我一定會把他 留下來的資源好好利用 把他放大好幾倍 然後現在就是有做到 自己也很開心 最大的遺憾就是 沒有讓他看到現在這樣 很想要再跟他 說一句話這樣 親口說一句話就好 你這樣跟他說什麼 就分享他 希望成為爸爸的驕傲 震驚人還把這份愛 推廣出去 彌補心裡的遺憾 可以 我穩定了 在做客人 今天有勇 我穿幾隻雞 來給你吃 現在比較寒 穿比較熱 好啦 你比較熱吃 雖然人生的道路上 曾經走偏 但正經人用加倍的努力 勇於嘗試 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也創造了奇蹟 基隆有種 陶海人專屬的美味 叫做魚膚鍋 是在地的特色美食 能夠嘗到各種的海味鮮甜 這家店更是特別 有別於傳統火鍋的形式 不用則用義式乾鍋的做法 番茄底醬汁呢 搭配滿滿的蛋菜 蛤蜊 還有包著蛋腸的小卷等等 創造出全新的魚膚鍋 一舉奪下了 2019年基隆的比賽冠軍 年輕的他呢 還研發了很多的創意菜 像是紅酒燉牛舌 大塊軟嫩 以及台藝混血風格的 蛋炒義大利麵 都是外頭吃不到的好滋味 美味背後藏著的 是他對已故奶奶滿滿的思念 基隆港口船隻忙著進進出出 這就是在地逃海人的生活 靠海吃飯的傳統文化 也在這裡醞釀出 在地專屬的美味 過去邁向不佳的魚貨 為了不要浪費 意外地發展出了 魚膚鍋這特殊滋味 魚膚鍋它的由來就是因為 基隆靠海 魚膚為了暖活 所以他就把海鮮 全部都加到鍋裡面去 然後作為遺產 然後跟家人一起享用 大家都是可能會為魚膚鍋 特地來基隆吃海鮮 魚膚的私房菜 誤打誤撞的成了基隆代表性美食 在這家店裡吃到的更是特別 是榮獲2019年大獎的冠軍魚膚鍋 魚膚鍋通常都是以火鍋的方式呈現 那我們這次我們設計比賽的時候 就是設計乾鍋的方式來呈現 把傳統料理用義式手法呈現 基隆特產的炭烤吉古拉 裡面包覆滿滿的花枝薑 小卷相近在地美味 蛋腸 整鍋滿滿的海鮮 透著番茄的酸甜香氣 用麵包沾著醬汁 入口就是暖心滋味 豪華擺盤一上桌 就讓人手機拍不停 魚膚鍋最有名的 有魚然後還有蛋菜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透透的那個蛋腸也很特別很好吃 它的基底應該是番茄吧 但是它沒有把那個海鮮的甜味 整個蓋過去 所以我覺得這樣加起來是很像 它不錯很好吃 美味背後全都是羅永哲親手包辦 從食材開始處理 把小卷包進蛋腸灌好花枝漿 就輪到熱鍋上場 用中小火 因為如果火太大的話會燒焦 那我最主要是要把海鮮的鮮味 變出來有一口焦香味 蒜片 隔離跟蛋菜 翻炒後要派上秘密武器 白酒煮出海鮮的甜味 所有食材一起下鍋 加進番茄醬汁煮到收乾 擺盤淋醬才算大功告成 羅永哲動作熟練俐落 年紀輕輕才28歲的他 練就一身好手藝 當年因為不愛念書 加上家境不好 未成年的他放棄了求學之路 早早踏進了餐飲業 15歲其實找不到什麼工作 那就被親戚介紹到一間餐廳 去當學徒 都是要做一些雜工 什麼事情都要做啊 兩隻手上全是觸目驚心的傷痕 手掌 手背 也是一個個突出的後檢 超乎想像的廚房磨練 這樣的辛苦讓他懷疑過自己 是否還要堅持下去 但他心中卻有個 不得不向前的動力 我小時候是被我奶奶帶大的 那我奶奶小時候其實對我很好 他就會把很好吃的東西 全部都留給我吃這樣子 那我也想說 我長大一定要學一些料理 然後來孝順他 為了心中對奶奶的小小約定 他繼續努力向前衝 每天一早天剛亮 就到水產公司挑選食材 拿自家漁船直送的熊漆漁貨 這個都是漁船直接現撈活動的 低溫送過來 就是盡量比較沒有那種溫差 不經過工廠加工確保品質 自家漁船捕撈 用料自然特別大手筆 像是套Q就有兩種 菲律賓進口的個頭大 基隆在地捕撈的雖然小 但鮮度跟甜味都更明顯 一般餐廳普遍使用菲律賓套Q 但羅永哲堅持要用在地的 進口的大概一公斤在360 新鮮的基隆的一公斤大概600塊 那口感跟新鮮度也都有差 雖然幾乎是兩倍價 不過只要味道好 他都是大香大香扛回去 直接送進廚房 清洗得乾乾淨淨 還要一邊準備其他材料 要來個獨門的義大利麵 一般的蝦米都比較有操手 那這個打起來做料理 也比較不會有那種腥味 也比較香 煮起來也比較順口 鍋裡蝦油熱了 把蝦子精華逼出來 接著放進蒜片爆香 打顆蛋進去翻炒 這手法怎麼這麼像是 台灣道地的蛋炒飯 這個算是 原本是我們的員工餐 是用雞蛋炒攪卷 後面就想說把它加到 義大利麵裡面吃吃看 結果還滿搭的 把每根麵條均勻翻炒 吸收醬汁的味道 獨創佳肴蛋炒義大利麵 入口鮮實濃郁淡香 麵體Q彈有嚼勁 在嘴裡越咬越能品嘗到 各種海味跟蒜香的完美融合 這裡還有另外一道特製好料 我們這個是紅酒牛舌 我剛剛加了紅椒粉跟紅酒 最主要是要它的顏色還有味道 飯炒創色濃郁香氣浮面而來 加進高湯煮滾後 還要用烤箱220度烤一小時 這段時間要來處理米飯的部分 是用台灣的米 但是我們是用蒸的下去蒸炒的 盡量不會去用現成煮熟的白飯下去 做燉飯 因為這樣口感跟它很濃稠度都會有差 用中小火慢慢炒 才能炒出恰到好處的香味 米飯的精華高湯也很高剛 要一次一次的慢慢加 總共會加分四次 這要慢慢拌炒它 你如果一次加太多的話 它如果水一次就蒸發掉了 蒸發的會太快 米飯跳進出爐的醬汁裡頭 慢慢收乾湯汁 加進起司增加香氣跟濃郁口感 最後把烤好的牛舌點綴在上面 燉飯色 香味俱全 滿滿的牛舌跟烤番茄 入口是濃郁肉香 口感軟嫩不柴 飯粒本身洗飽湯汁 鹹香夠味 牛舌可能很少人吃過吧 對 比較少湯汁 然後吃完之後就滿驚豔的 會啾啾的 甚至有點脆脆的 口感滿脆的 它現在是青草的義大利麵 那一般的青草 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沒有味道 但是它的味道還滿入味很好吃 義大利麵 因為它很好吃 它的麵粉還有它的那個 番茄醬都很好吃 從小朋友到大人都愛吃的滋味 假日要預約都一味難求 但回想過去剛開店時 常鮮的人潮散去 很快就面對了 沒人上門的走進 生意差到可能 一天可能只有三組客人 兩組客人 對啊 那就都沒有人 基本上已經賠了 一兩年就是都沒有賺錢 在這樣的慘淡經營下 當年團隊曾經想過 要把店收起來 就在這時 基隆推廣漁夫鍋 舉辦的比賽成了店裡的轉機 有別於傳統火鍋 糖糖水水的做法 義式乾鍋大受評審歡迎 一舉奪下海龍王漁夫鍋獎冠軍 因此打小名號 客人最一開始其實都是 為了漁夫鍋目名而來的 我們就也開始慢慢創作了其他 慢慢做了自己 屬於自己的東西 外面吃不到的 從十五歲開始 超過十年以上的經歷 羅永哲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也實現從小的心願 讓最愛的奶奶來到店裡 親自品嘗她端出的美味 她一定會跟我說好吃啊 但是對啊 但是她就在前兩年就離開了 對啊 我只是想說 剛好藉由這個機會來跟她說 就是我會一直努力的做下去 回想起來奶奶當年的話 她忍不住紅了眼眶 那一句好吃 永遠刻在羅永哲心底 就像她跟奶奶的約定 是她在料理路上前進的動力 手感麵皮的瑪格麗特披薩 起司微微千絲 濃郁奶香跟酥脆餅皮 美味又不膩口 現炸的花枝圈 沾上特製辣醬 新鮮Q彈一咬就斷 入口先是脆 再來是溫潤的辣味滿溢舌尖 溫暖美味裡 都藏著羅永哲的堅持 即使身上傷痕累累 她再也沒有動搖過堅定的決心 即使受傷了 她還是會繼續努力的走下去 不會因為這一點傷 而放棄了 對料理的這一段路程 就是在努力 繼續努力這樣子 然後希望她能看到我的努力 也能感到開心 從15歲的懵懂少年 到駕親就熟的專業主廚 羅永哲一路來的酸甜苦辣 化作一道道義式的暖心美味 也是她心中思念的浮渭 也是她心中思念的浮渭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有一間位在台中的七十年老麵店 人稱吉媽的第二代老闆娘 她有著豪爽直率的個性 也是出了名的大嗓門 幫客人點餐的時候 總會用麥克風來附送餐點 整家店大聲嚷嚷的聲音不絕餘惡 而店內供應的是什麼呢 是眷村味的上海麵食 用家傳配方製作出的麵條 還搭配這個免費的煙蔥段小菜 十分解膩 老店經歷了三代婆媳傳承 還連續兩年榮獲米其林 碧碧登的殊榮 一個大排 兩個小排 一個大蛋蛋 補好外帶 兩個蛋 一個一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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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拿 來 大排在這裡吃 再加一份肉 大排加肉這裡吃 背著麥克風大喊 固定坐在門口旁的小收銀台 她是人稱吉媽的第二代老闆娘 聽她播播叫菜 是這裡最獨特的風景 大排小蛋蛋這裡吃 大排小蛋蛋這裡吃 她的特點就是她閃門特別大 有些人不習慣會以為要吵架 習慣就好 習慣你沒聽到她大嬸門 你還會覺得不習慣 這家位在台中的麵館 教材方式很特別 但想想店內滿滿人潮 不大聲點似乎也不行 媽 再講一次好不好 吃的麵 一個房間的就是這樣 然後三碗煮好的外帶 三碗煮好的外帶喔 好 沒有吵架的意思 只是有時候她會講到破音啊 喊到破音啊 或者是... 或者是其實她講得 聽得很清楚 有時候故意就是要逗她 裡頭長出的是吉媽的媳婦胡彥玲 如今是接手的第三代老闆 當然也承襲著自家特色 過來了是一個大盤 就是要給它咬肉 它咬肉 好 對客人的喜好 早已掌握在記憶中 麵好吃是當然 但這麥克風大喉點菜 廚房一呼百諾的場景 大嗓門環繞音效 似乎也把這碗豬排麵 秤得更香了 我在這裡吃了三十幾個 排骨湯麵 它的麵很特別 吃比較好吃 外面吃不到 採用新鮮里基豬排肉 沒有裹上過多炸粉 現點現炸 吃起來軟嫩烹香 配上清淡湯頭及麵條 吃的時候不覺得過分驚豔 卻意外會想念 七點有了吧 也是五一間走來這裡 然後發現外面排隊還很多人 經典的那個有特色的餐點 炸醬麵的料 它只有豆干跟紅蘿蔔 它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它只有加我們家的醬汁 沒有肉燥 沒有肉燥 也沒有蒜頭 所以這種是五辛素他們可以吃啊 另一碗滋味道地的外省炸醬麵 配料及做法相較簡單 卻也特別順口 加入勾湯 還能直接變成湯醬麵 就像是清水變雞湯 簡單又美味 我最愛吃的就是它的招牌 那個排骨麵 然後我來的話 都是一定會再加一份炸醬 從小吃到大了啦 就是來都一定是會點這兩樣 吃麵的同時 絕不能錯過的 還有這免費小菜 簡單涼拌的醃蔥段 十分解膩又開胃 這炸辣椒加入蒜末跟蔥 再淋上熱油 紅亮噴香 有的客人 還真的就只是衝著這一味而來 有時候買那個蔥 我說你吃麵的時候 我會送你蔥喔 你覺得好吃要再買回去 你再去買 涼拌蔥 其實這是煎 涼拌蔥這主要就是酸 所以我現在放的這個是醋 很好吃耶 對 我們沒有 我們家在放料沒有 在拿襯子在那裡襯 還是幾瓢幾瓢 沒有這事 放料不手軟 一次就是好幾斤的量 讓這免費小菜 更顯得嗆辣噴香 已是半退休的吉媽 親自傳授媳婦的做法 不僅味道 連人情味也不變 如果人家那個老闆人知道 我常常送這個 送那個給客人 所以我說我跟客人 比較有感情就是這樣子 他上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位老媽媽 那個時候最早的時候 然後他是第二代 然後現在已經傳第三代 你知道啊 我常常來吃 他有時候就塞一些菜給我吃啊 老顧客回憶過去 因為這味道已經味飽 叫台中人超過一家字 創立於民國39年 出生自上海的第一代創始人 吉尼洪安 當時為了生計 拜起上海家鄉味 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麵攤做起 如今搬到縣紙已有20年 包括打基礎嘛 對不對 他們創業嘛 那我是把基礎打穩嘛 然後現在交給幾個 就傳三代 三代啦 我們做了70年了差不多 就一接就 我就接了好像 我本身接了都做了30年喔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傳幸福 最主要還是要訓練 人家看我辛苦 我不辛苦 好樂啊 因為這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不是講過嗎 你不喜歡做的事 叫你做的話 你會很累 辣椒你去選 我要選 我要嚐一嚐 它比較辣 我說啊 客人說 怎麼那麼辣 我說辣椒不辣 辣椒什麼 叫甜椒啊 寬寬小菜 重辣烹香 這是因為吉媽 原吉山東 神與四川 個性自然 直率海派 但別看她年紀大了 算錢收賬 俐落得很 一個小的 對不對 230 還有什麼 但那邊是辣的 305 而這一算 就算了半輩子的人生 從吉太太賣到成人人口中的吉媽 小麵館 婆媳三代相傳的 不只是大嗓們 還有從70年前 第一代婆婆就開始賣的這塊麵 我的麵比較沒有抓好 一球一球在那邊 所以就是客人要麵少 我就煮少 客人要多 我就煮多 然後我們的 就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有一種麵 只有這個細的麵條而已 家傳的獨特麵條 搭配大骨熬煮的湯頭 用少許醬油 麻油當基底 再放上炒好的酸菜 這碗酸菜麵是創始人最愛的料理 一碗湯麵再配上一杯酸梅汁 更是屬於那個時代的記憶 我剛念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19歲吧 然後 所以我今年到現在都大概38年了 38年了 38年吃這麼久了 味道有變嗎 你覺得 沒有 他們一家應該是說三代 都在我們家裡面吃的 他們像家的故事 怎麼看到你怎麼會感到的 就是他一邊吃一邊掉淚 他不知道吃的是湯麵還是乾麵 有啦 這單純美好的滋味 是三代婆媳一脈相傳的 大嗓門美味 一碗麵 一杯酸梅湯 跟免費的涼拌小菜 慰藉了老一輩人的鄉愁 也喚起這一代人的兒時經歷 在宜蘭礁溪有一家號稱 全台唯一的長條魚羹 開業將近80年 是在地人從年輕吃到老的美味 老闆林永祥堅持用 純黑鯊魚的魚漿 搭配每天現煮的琉璃勾芡 薄薄透光的醬色 食材豐富 充滿了海味 當年阿公原本在基隆賣小吃的 卻因為二戰奪美軍空襲回到礁溪 才開始有了家傳的魚羹 另外每天賣出400顆的黃金鴨蛋 蛋白Q彈 蛋黃滑順 竟是林永祥在一場瓦斯意外下 發明的美味 到底這家小吃店 還有什麼要令人 嘖嘖稱奇的故事呢 一起來看看 小時候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都在賣肉羹 賣魷魚羹 為什麼人家就賣這種殺魚羹 我覺得受關公的保佑 所以我們真的是平穩啦 平安就會賺錢 這裡都黑白切都有啦 鴨子啦 鴨子鴨子 我就跟妳講 有水去吃到沒有水去 也是要來吃 小孩子就吃到肚子吃到現在 吃三十 我差不多兩天 三天就來一遍了 這特色 那一段就把魚羹而已 這麼多幹嘛 什麼樣的在地小吃 能讓一群阿伯 整年吃到老還讚不絕口 就是這晚在礁溪瓢 享近八十年的魚羹 小店面就位在協天宮 關聖地居廟旁 香火超旺的庇佑 讓老闆林永祥接手老店以來 禮經了轉型 疫情影響卻始終不解禮氣 來 裡面可以做 謝謝 來 小心喔 小心喔 謝謝 這個前繩來說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做這種鯊魚羹 久久稍微動一下 不能一直在那邊 一直拉它拉的話 一直給它搖動的話 它會變水水的 你是魚條的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長條形的鯊魚羹全台獨創 Q彈滑溜配上筍絲 紅蘿蔔絲 黑木耳和魚板 口感富有層次 濃郁跟湯清甜可口 搭配店裡幾樣手工小菜 古早滋味不論吃多久都會想念 而這種阿公手上傳承的小吃 到了林永祥手中也絲毫不滿乎 煮羹湯是每天一早的工作 差不多四到五分鐘左右 然後就是下醬油 顏色稍微染一點 顏色 下鍋的時候火不能太大 不然就會勾芡失敗 會變成有點塊狀 就讓它再小滾一下就可以起鍋了 五星的主廚說這個叫做琉璃店 輕薄的醬色讓羹湯透著光澤 就好似琉璃般 李永祥說每天至少要煮上兩大鍋的魚羹 才能供應前台使用 而這羹湯裡的靈魂主角 魚條更是流傳三代的秘密武器 這就要到樓上的秘密基地才看得到 這是純鯊魚的魚漿 新鮮剛從市場拿回來的 這黑鯊 那是那一類深海的鯊 它如果今天給我用了別的魚 我聞味道就聞出來了 現在就直接用機器下去 過熱水 滾水之後 它變成條狀出來 差不多是一個禮拜會做一次 差不多200斤左右 所以以前阿公那時候用手工的 用手工的 就用個牛奶罐 放在肚子上面 然後用這樣擠壓方式 把它擠出來 反倒我要學阿公那一套學不來 它那個力量才太大了 你都在小時候都會做這個 對啊 都偷吃這個 阿公在座都在旁邊偷吃 魚條是鯊魚羹裡重要的靈魂 但說到這款小吃會歸根宜蘭礁溪 和阿公那個年代的背景很有關係 阿公很早以前他年輕的時候 就在基隆 基隆的港口 就是現在的夜市那附近 後來是因為二戰的關係 很多戰士都在那邊附近開始解禁 然後就很多戰爭嘛 然後就人就都走散了 美軍都會來炸那個油庫嘛 炸了炸了人都跑光了 都沒有聖衣 沒有客源了 所以就只好再回來 到宜蘭重新開始 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發生在1945年的基隆大空襲 讓林永祥的阿公林彩雲 從基隆躲船空洞躲回了宜蘭 這做羹湯也從純手工 變成扮機器輔助 但是活兒卻一點都沒有輕鬆多少 要長時間的攪拌起鍋 還要忍受熱氣 你要把它切暖喔 對 切小段一點 我經常去看醫生啊 每一個禮拜之後 去讓牠抓一下下 魚類的話你加工肉類 沒有讓牠燙熟一點 牠會變紫 做油湯的三代不一樣 看似簡單的重複動作 林永祥卻不敢懈怠 油湯人生 就像上了發條的鬧鐘 規律的專注細節 工藝的個性始終不一 這份初心也傳給了第四代 好 可能看一下 沒有 牠做得很好 牠從小就在看 看到長大 這熱氣瀰漫 下魚條好自物中傾瀉的瀑布 滿室的魚香味 是一家四代 從小到大熟悉的味道 不過林永祥讀書的時候 念的是電腦資訊 也曾經想當個上班族 會接手家業全英父親的一次意外 因為剛剛讀到高二的時候 爸爸出了一場車禍 爸爸出了一場車禍之後 因為大哥二哥都各自有 工作都不錯 爸爸都叫我說回來幫忙好了 好 就等著當兵 他們回來幫忙 做著做著滿有點興趣 所以因為從小就耳濡目染這些事物 做起來是不會覺得說 可外的艱難 二十六歲正式接棒 林永祥漸漸獨當一面 遵循上一代的做法 守住傳統之外 他也開發出蛋黃半熟蛋白Q彈的 黃金鴨蛋 獲得鄉親們一致好評 這很好吃 我真的就要吃這樣而已 他用這是工夫 別人要做到這樣 滑溜滑溜溜 黃金鴨蛋快二十一二年了 他是一次不小心發明出來的 因為剛好是晚上在煮 剛好就沒有瓦斯了 快熟了 他就自己先切一顆試試看 切開來之後發現蛋黃就這樣 有點流出來的感覺 自己又覺得怕怕了 試試看 客人反應還不錯 自己再慢慢改進 慢慢改進 改到現在這個樣子 夏天跟冬天超了 將近一分鐘 本來是要煮滷蛋 卻因為一次沒有瓦斯的事件 讓蛋沒辦法全熟 意外發明了黃金蛋 現在店裡每天都要做上 一二十斤的蛋 才夠客人吃 我老婆一顆蛋 它撥到七秒鐘就撥完了 我差不多要十秒十二秒 手都會破掉 有時候都會流血 因為這個蛋殼很尖 有時候都會吃到流血 喜歡的別的工作也是要做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沒工作都沒有那個 對啊 做小吃活的日常 不只是時間要控制得好 純手工撥蛋殼也是要比速度 才能讓蛋即時冷卻 等待浸泡滷汁 用八角醬油和獨家秘方 讓蛋完全入味 這一桶差不多兩百顆左右 就一天至少要兩百顆 對…假日的話 就是差不多四百顆 這一顆就很漂亮 摸起來就很軟 這一顆切開來已經有點 蛋黃有點像 對…好漂亮 軟度適中的蛋黃 吃得到綿密滑順 內外都吸附飽滿的滷汁 承載了鴨蛋的香甜 比一般雞蛋大的尺寸 吃起來更是超滿足 其他像是手工做的香菜捲 鹽巡外皮搭配著清爽內餡 還有新鮮嘴邊肉 香嫩大盤 吸皮質超高 面對著日復一日的工作 林永祥除了是要養家生活 更多的是在這古早味裡 找得到和阿公的回憶 因為阿公最疼我啊 對啊 因為他在做的時候 其實你從小就在旁邊 對啊... 我們都會跟他要零錢 我跟他要的最多 因為那時候生意不是那麼的好 有一種衝突想說改了 我怎麼改到肉店就好了 我生意外的也比較好 那小時候會這樣想 他接著慢慢接觸之後 覺得說我們魚羹有獨大的地方 阿公的年代是在關公廟前的 大榮樹下擺攤 切拉米 羹湯 小菜 陪伴許多在地人長大 小吃的棒子是傳承下來了 經過兩代三代不停的改變 造就出獨一無二的鯊魚羹 其實這個也是從傳統的米粉羹演化過來 因為傳統的米粉羹除了米粉多之外 它有一個配料就是人家說的魚塊 就是魚漿條 然後再慢慢演化過來說 把魚羹做多一點 也有單單賣魚羹 堅持的部分就是我 那個鯊魚的魚漿絕對不能換 絕對不能換那個口味 帶著感恩的心 堅持家傳美味 一碗小小魚羹給客人是大大的滿足 如同林永祥的勾以樸實 整廟口小吃 讓人嘗到台灣鄉鎮的人情味 歡迎收看晉級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台灣 鹽酥雞可以說是宵夜界的霸主 接下來呢 帶您看到台北市這家很特別的小店 這裡賣的鹽酥雞融合了西餐的做法 除了經典壁吃的炸雞等選項之外 還有加進墨西哥辣椒的起司豬肉捲 或是用法式濃湯的概念結合宜蘭美食 獨創而成的蝦味高渣 每位背後的推手呢 是兩個很年輕的女生 她們都是學西餐出身的 還在國外米其林餐廳工作過 獨門創意讓很多客人一吃驚豔 表面金黃的鹽酥雞在熱鍋中飛舞 不像傳統做法 只需要油炸就能起鍋 吃到快炒的功夫可是絕對小不了 我們的胡椒粉是我們自己調製的 我們用了黑白胡椒都是用原粒下去磨成粉 然後還會搭配一些中藥材 或者是一些西式的香料在裡面 所以經過炒的這個動作有活的加熱 然後會讓這個整個香氣更加提升 15種香料調製而成的胡椒粉 加進大蒜跟洋蔥一起炒香 滿滿一盤送上桌 濃郁香味撲筆而來 在吧台坐著高腳椅大塊朵宜 鹽酥雞店平時價位 卻帶了點時尚的餐酒館氛圍 還不錯我就覺得其實很特別 就是不是那種傳統風格的鹽酥雞店 對不對好像走一種文青風格之類的 就像是那種路邊鹽酥雞可能炸起來 然後就一盆味道都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混在一起 然後這就是每個味道都很精緻 精緻講究美感 鹽酥雞染上夕陽風 就因為餐點背後的兩個推手 都是西餐背景出身 穿著和聲俐落的深色圍裙 拿著西餐刀在廚房裡藏著 瑞巴克過去還曾遠赴 西班牙的餐廳工作 大概做西餐有做了十幾年的經驗 然後大部分都是在台北 一些比較白單年的餐廳 然後有曾經去過西班牙的 米其林的三星然後跟一星 然後大概前後大概加起來 一年的工作時間 回到台灣他遇上小豬 一排集合的兩人 都想搭建起自己的餐飲天地 於是毅然決然辭職高薪工作 從零開始便出一道道獨門好料 起司豬肉捲的肉餡 除了要加進洋蔥跟大蒜 最特別的秘密武器就是這一味 像是這個墨西哥辣椒花 因為它有醃漬過 所以它會帶一點酸味 然後它的辣度也是滿夠的 所以不會加太多 然後因為我們是炸物 所以這樣有一點酸味在裡面 也不會感覺那麼膩 用匈牙利紅椒粉跟義大利香料 體味豬里肌絞肉 靠著手勁揉捏 把味道慢慢融入肉的纖維中 包入春捲皮裡雕塑成形 我們油溫的話 基本上就設定在200到210上下 因為如果太低的話炸都會含油 我們都是高溫下去炸 飽滿的金黃色長方形 在熱油鍋中翻騰 炸好後切開酥脆外衣 濃稠起司混合肉汁留下 就像充滿奶香的瀑布 咬進嘴裡堪息的滋味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對 它皮真的很厲害 就是很脆 然後又濃濃的起司 它是像春捲一樣 然後裡面有豬絞肉 然後調了一些辣味 然後加了很多起司 所以非常的對味 台式的脆口食感 跟西式的爆漿肉餡 成功征服饕客挑剔的嘴 雖然現在常常是人潮滿滿 但剛開幕時 兩個女生忙裡忙外 卻總是等不到客人上門 客人來說真的 然後不知道我們在賣什麼 因為第一個名字就不是 鄉外面賣的什麼 就是什麼什麼鹹酥雞 我們就完全沒有鹹酥雞 這三個字 對 所以他們說你們是賣什麼 賣滷味嗎 還是賣什麼 我說沒有 賣鹹酥雞 因為我們會不定期推出 不一樣的黑板菜 然後其實有滿多客人 就是可能我們這一次換的是 別種兩樣 然後我們就會問說 之前的什麼時候會再出來 然後我們就會說 新的先吃完再說 對 然後就會這樣一直走這樣 豬絞肉加進迷迭香跟巴西里葉的香料 在溫度中逼出濃郁的氣味 這不是西班牙菜 而是改良版的宜蘭小吃 蝦味高渣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這個是 以宜蘭的傳統高渣為基底 可是我們加了一些 西班牙可樂餅的做法 所以我們會保留一些 有口感的在裡面 就是吃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豬肉跟蝦肉一起炒 再加入事前熬好的蝦糖麵糊 攪拌到整鍋 呈現濃稠狀 這是石螺葉 然後因為石螺葉跟蝦子很配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想說 那加一點石螺葉 增添它口感的層次 熬好後進模具成型 放涼在丁上整整一天 下鍋油炸才能有鬆軟 又入口即化的口感 表皮酥酥的咬開後 中央綿密細緻 鮮香的蝦味在口中蔓延 因為就是外面脆 然後裡面又是 嫩嫩滑順的口感 就很特別 不一樣喔 對 它那個蝦味真的非常濃 就只有來這邊吃過而已 吃了就上了 對 僅此一家的獨門滋味 成了REBUCK跟小豬的正字標記 不少名人也專程 來嚐他們的手藝 像是姓樂團主唱姓 名模林佑立 連台灣首位米其林主廚江振成 都登門造訪 那個Chef 那個江振成 來 緊張到不知道怎麼講話 我只敢跟小豬說 我想跟他造香 可是我又不敢去 就會很害怕很醜 然後可是第二次的時候 就認真的鼓起勇氣 我要跟你拍照 把過去所學的創意 變成台西混血的絕妙滋味 進化版鹽酥雞 撒上了最獨特的夢想調味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堅持一鍋魚羹香 林詠祥在美味裡找到自我 也讓在地小吃永不失傳 震驚人用雙手證明 只要啃努力加上自己的創意 終究會有奇蹟 吉媽跟胡彥玲婆媳兩個人 用大傘們傳承70年老麵店的美味 還有年輕的羅永哲 在基隆用在地的海味 煮出台藝混血的美味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朋友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明君 我們下次再會 你看看 我們下次見 早安 差不多 小說 小說 比較好 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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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